现在国家已经建成的全国北斗地基增向系统一张网啊 已经具备向行业或大众用户提供实时米级分米级 厘米级或事后毫米级的高精度定位的服务能力 那么北斗地基增向系统呢 这个实测的我们实测的水平是水平可以到两厘米 高层可以到五厘米 这个实时的定位精度 那么事后处理的这个精度可以到水平两毫米 高层五毫米 这样一个高的定位精度就会带来更多多样化的应用和服务 比如说已经从传统的测量测绘 像精准农业 变形变监测 自动驾驶 电力巡检 智慧港口 共享单车等等多个领域 拓展应用 我举几个例子 可能大家印象就会更深 目前这张网已经为230多个国家或地区 要超过15亿的用户提供了北斗加速定位或北斗的高精度定位服务 那么总服务四搜已经达到2万亿次 日服务四搜接近30亿次 目前通过国内的相关的手机 已经为2000多万部手机提供了高精度定位服务 期待